一个国家元首喜欢骑着重机 四处寻回做慈善 听起来有一点不可思议对吧 但今年1月31日继任马来西亚的第17任 国家元首的苏丹伊布拉辛 就是这么一位奇人 不只喜欢重机 同时也爱车成吃 名下还有300多辆豪华汽车 其中一辆据说是希特勒赠送给他曾祖父的 同时家族还拥有5台飞机 伊布拉辛对于交通工具事务是情有独钟 他本身也有飞机和火车的驾驶员资格 甚至在2011年亲自开着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的末班火车 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认识这位重机元首 大家好我是凯莉 欢迎收看本节的人物放大镜 可能有朋友会想说 奇怪没有听到马来西亚前任元首这样的消息 怎么突然就有新的国家元首即位了呢 这是因为马来西亚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选举君主制 马来西亚在1957年独立以后 虽然是君主立宪制仍然像英国一样保有虚伪的国王或女王 但马来西亚不叫国王而是称为国家元首 根据马来西亚宪法国家元首每五年更换一次 而且不是由前任元首透过血统传下去 而是按照顺序由九个家族共同继承王会 这九大家族同时也是马来西亚十三个州之中 九个州的世袭统治者 不过虽然顺序是排好的 但下一个继承未来元首的 还是必须透过不计名投票 获得王室成员多数同意 之后才能继位 虽然是虚伪元首在马来西亚主要扮演遗世性角色 权力有限 通常要根据首相或内阁官员的建议行事 但依然是马来西亚主要宗教 伊斯兰教的管理者 同时也是马来西亚军队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 而且要通过法律和高级国家职位 包含首相的任命 都必须有国家元首签署才能生效 不仅如此 国家元首也有赦免犯罪或是减刑的权利 像是因为YMDB贪污避案 而造成国家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前首相纳吉 本来应该坐牢12年 但在今年1月29日时 不只获得特赦 让刑期减半 罚款也大幅缩减 因此引起渲染大波 外交家甚至说 这有可能影响到现任首相安华的任期 所以国家元首对于马来西亚的影响力 还是不容小觑的 今年1月登基国家元首的伊布拉辛 本来是柔佛州苏丹 具有英国协同 伊布拉辛的父亲苏丹伊斯干达 在英国求学时认识了他的母亲 之后在1958年出生了伊布拉辛 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 却是第一位男生 于是理所当然成为了继承人 和这金汤池出生的他 虽然没有资源匮乏的问题 但他自认并不轻松 接受海峡时伊布拉辛说 从小父亲就对他特别严格 有次考不好 他父亲就拒绝买自行车给他 所以伊布拉辛就自己收集 废金属瓶子等等的回收品 变卖了之后 换成了自己的第一台自行车 甚至为了训练伊布拉辛 忍受痛苦 伊斯干达要求他忍着伤痛 完成马球比赛 伊布拉辛上记者表示 这是因为有这样的严格的父亲 他才能无惧的面对挑战 这场过程 为了能好好行驶 是未来柔佛苏丹的职责 伊布拉辛在州内的各个机关任职 可以说是行政经验丰富 当然身为王储 既要能闻也要能悟 他不只经历过非常多的军事训练 多次完成夜间跳伞任务 得到没过绿扁帽的资格 同时也非常喜欢运动 其中伊布拉辛特别热爱马球 多次参加世界级的赛事 甚至在1990年代世界资格赛中 评为亚洲最佳马球运动员 不过他最爱的可能还是摩托车运动了 而且还同时结合了慈善 在2001年时首都举行被称为 柔佛皇家之旅的活动 他组织了一支摩托车队 在三天两夜旅程中 骑进荣佛各个角落 不只沿途发放物资 救济平民 也深入了解居民的需求 并为农村发展政策做准备 强厚了与大众的社会联系 这活动不仅受到当地居民的赞赏 现在也成为当地旅游业的卖点之一 非常具有经济效益 另外他的财富更是十分傲人 这周他才用大约31万美元 标下大麻庆祝节日的 特别板公万车牌 打破大麻最贵车牌记录 根据彭博社报导伊布拉辛的资产 高达57亿美元 光是在新加坡市中心 就拥有40亿美元的土地 马来西亚最大的电信商 YouMobile股份 他拥有四分之一 而这些还只是摆在台面上 其他还有很多无法估计 价值的财产 像是与他关系密切者持有的公司股份 他收藏的豪华汽车等等 而这一位伊布拉辛带来批评的声音 因为按照马来西亚宪法规定 实际上国家元首是不能过度参与商业投资 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就对此评论说 统治者不应该参与商业 更不幸的是由于长久以来的文化影响 统治者想做什么 马来西亚人无法拒绝 无论宪法或法律如何规定 他们都不能拒绝 公务员不行 政治家也不行 但伊布拉辛也很强硬 对于这些质疑 他回应说 他总不能只靠5700美元的津贴过活 也必须像所有人一样赚钱谋生 他们家从曾祖父时代起 就开始从事商业活动 况且他从来没有试图隐藏商业交易 一切都是开放和透明的 而这种强硬的态度也出现在政治上 苏丹伊布拉辛在就任国家元首前 公开的说 他绝对不会成为一个傀儡元首 会实施多项改革 例如建设马来西亚连接到新加坡高铁 这政策在2018年时被马来西亚政府推迟 而伊布拉辛说他一定会恢复 即使手上安华表示政府不会为200多亿美金的建设费用买单 伊布拉辛也认为可以用BOT的方式来解决 除此之外台上记者表示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这间全世界财富500强的国有公司 不应该隶属于国会 应该要直接向他报告 果然是没有要当序委员的意思啊 除了试图影响经济决策之外呢 在政治上更是强硬啊 除了大力反贪腐想掌控马来西亚反服务委员会之外呢 伊布拉辛强调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全国上下走上正轨 会好好监督首相安华领导的行政机构 还有自私政客的阴谋和贪污 尽管计划雄心勃勃 伊布拉辛向记者承认他一开始的时候的确感到害怕 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状况 不过从小严格教育已经让他做好了面对挑战的准备 而高民调可能也帮他增加不少勇气哦 根据2017年的民意调查 有87%的Rofo居民支持王室 也有75%的受访者希望伊布拉辛在必要时干预政治 虽然这个情况让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感到忧心 担心政府无法压制伊布拉辛 但也有政治学家认为不必担心 伊布拉辛应该不会过度干涉政治 你觉得呢留言跟我们分享 今天特别感谢李冠贤 也也是你协助审稿 好了今天故事讲完了 你有喜欢这个节目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NE TODAY的官方账号 还记得每天把重要新闻 包括这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欢迎错过了到LINE TODAY的国际栏目里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融合大进 我们下周见拜拜